你今天笑了吗 遇到事情 你用什么心态来看呢 大家好 我是肖义君 欢迎收听 笑谈人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肖义君 那今天在我对面的不是义君 是我们另外一位更可爱的 大家好 我是益池 那今天呢 因为益池代班嘛 对我是代班小天使 对 那我们今天笑谈人生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其实最 已经在国际间 蛮热门的一个话题 那在台湾可能报道的 稍微少一点 其实就是联合国的永续发展指标 所以就是SDGS 听起来有一点深度呢 因为这个其实是在 应该是在2015年 那联合国他们讨论 针对这个2016年到2030年的 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那希望我们在 大家都是只有 我们都只有一个地球嘛 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 这个世界中呢 他们把一些比较需要 大家注意 希望在2030年 可以达到了一些目标 把它作为一个一个一个的 指标项目 那看起来这是一个 很大型的一个指标目标 其实很多企业 最近也一直在研发这个永续 就拿了这17项来做 里面的探讨 最清楚的一件事 我想一直应该知道 去年我们的池大 不是也去申请这个指标吗 他就是将我们池大的一些发展目标 要结合这17项里面去挑选 后来我们是台湾第一嘛 对对对 对其实也是用这样去评比出来的 哦是透过这个指标 对 那前一阵子的医疗置业 其实他们有一个永续发展的 排批书的发表 其实也是针对这样的指标 那我不知道所有的听众朋友 对这17项指标 会不会觉得有点 哎 头晕 那我想请一词 我们这样一项到17项的这个标题 我们是不是念给大家听一下 好 第一项是消除贫穷 第二个是终止饥饿 第三个是良好健康与社会福利 第四个 良知教育 第五个性别平等 第六个清洁饮水跟卫生设备 第七个经济使用的清洁 能源 是什么 能源 能源使用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用得起的干净的能源 因为这个翻译 每个人都翻得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等一下一样一样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第八项是这个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什么叫体面工作 其实就是好的工作 正常 不是那种虐待同工这一类的 那第九项是产业创新跟基础建设 第十项是减少国内及国家间的不平等 十一项是永续发展的城镇规划 市镇规划 第十二点是确保永续消费跟生产模式 十三是气候行动 十四是保育和维护海洋资源 第十五是保育及维摄生态领地 其实十四十五一个就是讲海洋 一个就讲陆地 十六就是和平争议和健全的司法 十七是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其实看起来这十七项洋洋沙沙 其实很难达成 说真的 为什么 因为联合国基本上是每一个国家 虽然有个共识 但每个国家还有自身的利益 考量 不过这也是因为大家讨论出来 觉得这个世界上需要 比较要解决的问题 才把它练成指标 那在往下分享之前 我们就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我不知道一直有没有看过这张图 我没有看过 哎呀糟糕了 去年的月刊第十一月份 其实从去年 从前年开始 我们都会月刊都会出一个 我们基金会一整年做了哪些事情 包括慈善医疗教育人文 所以这个其实在去年十一月初刊的 这个月刊里面呢 有把慈善里面 他们在去年一整年做的这个内容 扣紧了这个十七项的这个指标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其实的愿景 愿景三愿就是上人讲的普天三五了 然后我们的使命核心价值 永续友善 它把它分成希望生命社区环境地球跟国际 然后把这十七项归类到里面 然后把我们的每一样每一样的事情 都把它放到里面 所以其实如果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慈善之业 医疗之业教育之业人文之业 在过去2019年中做了哪些事情 很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们的月刊十一月份 那也有电子档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下载 对对对 其实你只要打慈悸月刊下载 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每一个PDF档上面也都有 那就会很清楚的交代 每一个户资 我们每一个捐款的这些会员朋友们 我们到底把钱用在哪个地方 用在我们所需上 所有需要的这些的我们的同胞 或者是我们需要的环境 甚至我们需要的小朋友 那比如说像那个希望工程 这叫做教育的希望工程 对不对 那等等等等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项了 好消除贫穷 他其实主要是针对人 他的目的就在于 消除世界上一切形式的贫穷 讲白一点就希望这个世界上 不要有穷人 那他有几项指标 那几项的现况 其实可以请一词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点是有 8.36亿的人现在处于极端的贫穷 那么在发展中的地区呢 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以下 那每日生活标准在1.25以下的人 绝大多数生活在两个地区是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高贫穷率常见于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小国 世界上五岁以下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一的身高低于其年龄段的正常值 2014年每天有四万两千人因为战乱要逃离家园寻求庇护 那我们刚刚提了嘛 这个指标其实是在2015年定的嘛 所以它其实是把之前的这些世界上遇到的困难里面找 所以它引用的资料是2014年 不过我们先这样看 一直到我们像全世界应该是差不多70多亿的人嘛 对 对不对 70多亿的五分之一就多少 就是大概178亿了 对 所以你看那个8.3亿人在极端贫穷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平均收入一天还低于1.25 所以第一项几乎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收入的人 对 对甚至靠着靠着这个祈求为生 甚至连祈求的地方都没有 为什么因为我们大概听众朋友看了一下 你会发现高贫穷率发生在脆弱或容易受冲突的小国 也就是说整个国家都是穷 那整个国家都是穷的时候 你就算要乞讨 也没有富人 找不到地方 也没有人会给你钱 为什么 因为你见到的左右邻居每个都穷 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社会现况 那甚至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生活富足的这些人 里面在看很多是看不到的 对所以你看他在绝大多低于1.25 每日这个生活标准的是两个地区 一个是东南亚 第二个是撒哈拉以南 那撒哈拉沙漠是在哪里 是在非洲的北部 所以等于是中非南非就是最穷的 所以你有没有看我下面有写一些红字 其中有一个叫翻转非洲 对 从前年开始上人一直开始说我们要来翻转非洲 去年也好我们其实很努力的开始 我们的非洲菩萨也是一样 从南非开始一直往上走 现在应该已经有十一国了吧 我记得好像应该有十一国 那不管是莫山比克像星巴威 那个通货膨胀是好像买一条面包要上亿上兆的 对 你就知道那个国家在极度的状况下 导致大家都生活的很辛苦 为什么因为你的物价膨胀以后 你根本无法能够知道明天是什么 你赚的钱永远都不够 对 那东南亚也是一样 东南亚的话有很多的国家 也是有一些小转乱 但那这两个地方是 现在是全世界很急于帮忙的地方 尤其是非洲 对 那你看全世界五岁以下的儿童有四分之一低于年龄段的正常值 其实这里面讲了两个问题 通常高所得的国家 生育率都比较低 对不对 所以你看欧洲 像台湾现在也是少子化的问题 像日本等等 中国是因为以前有实行疫态化 美国其实出生率也不高 那反倒是那个 比较贫穷的国家 他们的出生率就非常的高 但是他们相对来讲 他们小朋友的腰折率也很高 我记得好像墨山比克的平均寿命是三四十岁 那你就会发现那真的是那边的环境卫生 所以消除贫穷的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贫穷是一个现象 但是那个贫穷不是只是那群那几个人 甚至是那个国家 那因为他贫穷 所以包括他的医疗 包括他的卫教 全部都没有 那另外还有一块就是刚刚讲的 有每天有四万两千人要逃离家园寻求庇护 在我们跟你讲话的同时 你看一天有八万六千四百秒 一秒等于两秒钟就有一个人在逃 对 其实这个数字讲起来是让人家很吓人的 对 那逃是一件事 能不能逃到那个地方有件事 对 所以佛经上面讲这个刀兵节 其实真的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是真的很多 我记得我们的那个一些叙利亚难民 往北跑的部分 其实到那个赖索托吧 是不是 那个赛尔维亚这一地方 其实有很多的欧洲收容的一些难民群 那实际其实是在到目前为止还一直在供应着他们的一些三餐吧 然后还有很多的部分像之前有提供他们一些福会床啊 然后有一些甲课啊 因为要懂得过冬 那可是这些人其实很多在当他们的原来的国家里面其实是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律师其实家庭都不错就是因为一个战争 所以其实贫穷有很多的状况发生 有一种是开发不够 有一种是战乱 其实非洲有很多的国家其实也在战乱 我记得我们的那个耀华师兄刚从前一阵子来从四十三回来 他其实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样子的照片 我相信广播也有去分享他 可是想这边再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到底用什么角度去看消除贫穷 在实际来讲在是有一些观念上是不太跟大家一样的 那第一个就是你看我这边红色有写个安生安心安生 我们通常在一个灾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是要顾他的身体安全 对 对 第二个接着就顾他心里让他不要慌 然后接着就希望他可以顾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会辅导他们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像有很多地方有盖大海村 有很多地方有盖资讯所 就为什么要让他教他 像印尼的洪西河 千村以后其实有里面教他们做环保 教他们做裁缝等等 让他们改变有一个正当的职业 因为当自己没办法安定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变成社会问题 对 对那这里我想很多这样子的状况 那到底什么样子要贫穷 你看这个1.25 一块钱大概是台币30块嘛 对不对 所以30块 25大概是74 所以差不多是38块9块40块以内 每天 每天 40块 我只能吃一顿早餐 可能有时候在台湾还吃不了 对不对 一个豆浆 可能现在有的地方要卖到20块 25块 对不对 加一颗水煮蛋 对或者一个蛋饼 还是一个包子 就超过了 就超过了 对 所以你想想看 那他不要讲说早餐晚餐了 所以这个社会其实很多的地方是 我们讲的贫富不均 他就算你有心卖你的劳力去工作 你也赚不到那个钱 所以其实我们要想想看 我们生活在这个台湾 其实是很幸福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 本来是因为这样受到帮助 他从品种开始转负 对不对 像我们在很多地方 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提像缅甸的米铺 对不对 在当初他们 因为为什么一直做着电容的日子 那借了这个稻种 对不对 借了稻种来补种 种完以后 卖完还还不了那个钱 又借 所以一直在循环 所以哪怕他很努力的工作 结果赚的都是那些放 类似放借钱的给他们的这些 比较有钱的资本家吧 对不对 那也是因为这个 风灾的这个因缘 那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稻种 让他们不用去借 那他们 这些种了以后收成 然后他们卖以后 就可以开始让他们脱离这个借 那开始有点小钱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自己在买下明年的稻种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去借钱 就慢慢的翻转 那也很感恩他们真的也把这个 慈祭这样的心放着 所以米铺满 他们每天在用餐都可以 会抓一批米 一把米把它存起来 对不对 然后我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是一个月可以有 3000公斤 对不对 差不多 好像是差不多这样 然后可以 然后救助很多其他村里面 比较贫苦的人 甚至救助这些育幼院 那甚至一个村带到另外一个村 对 就开始发起 所以有很 所以到底什么叫贫穷 什么不叫贫穷 其实有一大部分是在新 当然在一个贫穷的生活现下之下 是很困难的 但是到一定之上以后 当你新年开了以后 其实贫穷就失负了 对 那去年我们慈善不是播了一部片 叫卢长 那我们看到我们很多师兄姐 你看在照顾 应该是台东的那些个案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们真的是 你说他贫穷吗 跟联合国现在这个指标来讲 他相对 我相信他是有超过 每天超过1.25块美金 可是相对来讲 他孤苦 对 他也需要陪伴 那当然物价也不一样 所以实际人每天做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子 每天你在你的过程中 你有接触到一点点 这个好处的时候 你善心让你发挥 你都会很开心的 我记得我刚好昨天 我昨天走到捷运站的时候 我前面有一个老伯伯住着拐杖 拖着一个那个 行李箱 拖车 拖车 对 里面放了一些东西 小小的心是不大 那我其实在后面跟着走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去帮他 因为前面一个血泊到 但是你知道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 你跟他讲他会生气 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 犹豫 然后就我又不太好意思过去那个 然后我就慢慢走 然后我走到他 我走刚走到他前面 两步 他就说 哎 小脸呢 可以帮我倒 三步 我说没问题啊 我就回来就帮他 帮他拉嘛 那所以我就说 有的时候 但我觉得我还做的不好啦 我应该是主动去跟他这样提 就是这样 可是这就是说 在这个社会上 可是我那天就很开心 我就我在脸书上 我就写 哎呦 真感恩 今天有这个好机会 让我可以日行一散 其实日行一散 这个是个口号啦 你要行两散三散四散 都可以看到机会就有嘛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 都可以有各种形式去看 不过我们比较以后 就像上人教我们 这叫见苦之福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比我们 生活周遭还要缠的人 非常的多 嗯 对 那有去国际征灾 有去这样看看就知道了 那我们能不能帮助他 其实应该不难 为什么 我们每天 可能赚了钱的一个小零头 就够他一日所需 对 甚至如果那8.361 搞不好都超足他 一日两日三日以上 嗯 对不对 像台湾我们现在在讲的 基本工资一小时 有一百多块 对 就已经是他一天的 超过 好几倍 对 所以你一天做个八小时 是人家的多少倍 嗯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 也就是 我也觉得说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也应该多多这样子 去接触 去理解 那每个人放持这样的心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才会更好 对 也不会说 所以你看高贫穷率 为什么常常发生在小国 被容易受冲突 一方面里面有人争权夺利 二方面 周遭也不帮助他 对 可是我们需要的是 大家要跨越这个国界 所以我需要 觉得是 每一个人用那个心 然后我们一直一直 这样努力去做 那这边也跟一词 分享一下 或问一下 你现在迟住的国家地区 已经有多少数字了 一百 一百 我们马上要一百零一了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哪里 忘记了 应该是阿尔巴尼亚 对 我们的这个先前团 应该是在1月15号 那几天左右 会过去去看 有需要 那也就是说 当爱可以跨越 这个国界以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 把每一个人这个善心 去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对 那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项指标 那也在这里面 看了这些数字以后 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 也可以开始 跟自己的小朋友 那些分享 你看我们是多么的 幸福 真的 我们人家一天 低于1.25块美金 低于台币40块 他要活一整天 而且五分之一的人 有接近18亿 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的 令人难以想象 每天有四万多人 要逃离家园 这也是令人 非常的不舍 好 那接着 我们可以 这个也是 那个2019 11月份的部分 那你看 那在台湾来讲 我们的 国内的这个慈善行动力 到底 运用了多少呢 来一词 你看 我们这边有 自公动员人资 1849万 服务 受益人资 3053万 所以 其实 真的很感恩所有的 师兄师姐 你看 他们在自费 自驾 自理 无偿 自捐 这样的部分 我们去 帮助 这个台湾的 我们的邻居也好 乡亲也好 受到服务的 人资 有3000多万人资 台湾才2000多万人 为什么会数字那么高 因为他是算人资 因为有一些地方 要去两次 三次 四次 像有一些 长期照顾户 每个月都要去帮忙 去帮他看 等等等等 那这就是我们 所有敬爱的师兄姐 我们这样去 去帮助 那有兴趣的 一样 针对每一样 细部里面 我们都有非常详细的 这个解说 也欢迎来我们 持继月刊 下载 来关怀 更期待你们 一起加入我们 我们一起帮这个社会 做更好 更好的 这样的帮忙 好 第二项 终止饥饿 终止饥饿 跟刚刚前面 那个消除米贫穷 好像很像 有一点点相关 对 但是他也有一点点 不相关 这主要是怎么 要实现 粮食安全 改善营养 跟促进 这个可持续 农业 那 这里面呢 我看看 哦 有 你看 有这个 这么多点可以讲 那我不知道意思 我们是直接讲 还是先放音乐呢 好 不然我们来听一首 这个 把爱传出去 休息一下 爱是看不见的预言 爱是摸不到的感觉 爱是我们小小的心愿 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 爱是养着头的喜悦 爱是说不出的感谢 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 双手合适 双手合适 不在乎考验 让爱传出去 它像阳光温暖我和你 不管有多遥远 总有到的那一天 让爱传出去 那肩膀慢慢认识 有你的注目 没有过不去的苦 好 回到现场 我们第二项呢 就是这个中止饥饿 那我们看一下 那个时候的这些现况 第一个是 世界上有7.95亿 大概有九分之一的人 食不果腹 无法享受健康 回约的生活 第二个部分是 绝大部分的饥饿人口 都在发展中国家 有约12.9%的人 营养不足 第三个 亚洲是饥饿人口最大的州 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那南亚的比重下降 西亚的比重略有上升 我想我们就一样一样 来讲这个好了 你看 我自没有想到是 亚洲是饥饿人口最大州 我一直以为是非洲 对啊 为什么 亚洲比较大吗 我想应该是人数的关系 亚洲的人口数 可能远高于 非洲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人口最多 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在亚洲 中国大陆跟印度 两个加起来就有二三四亿了 对 所以相对来讲 那南亚的比重有点下降 西亚有点上升 可能跟战争有关 这个是 然后再来 沙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饥饿现象 非常普遍 有四分之一的营养不足 这个我们大概可以想象 那营养不足导致死亡 五岁以下的儿童 占总数的近一半 每年310万的 哇 其实很恐怖的 也很令人感到难过的 你看 小朋友的确是在 因为他小 没有什么能力 可以照料 打理自己 所以再加上他在发育时候 他最需要的是营养 所以你看 五岁以下的占 死亡人数的一半 所以为什么非洲很多的国家 他的平均年龄 刚刚在上一段 我有讲 他非常的年轻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的 小朋友是夭者 五岁以下 可能两岁三岁就二十 那南亚面临的最严重的饥荒 约有2.8亿亿的人 营养不足 那 非洲沙哈拉以南 预测在201416年 营养不足于23% 所以都有两层多 其实这两个地方都非常的严重 那在发展世界中的国家 有6600万个小学的学龄儿童 饿着肚子去上学 而非洲就占了2300万 跟台湾的人口数是一样的 我有饿着肚子去上学过吗 应该没有 饿着肚子 我们可能有啦 早餐 但是可能是有的小朋友 来不及吃而已 是起床起太晚了 太幸福了 对 所以我们看很多非洲的照片 你看那些小朋友 其实肚子都大大的 那就是水肿 就是营养不良 对 然后骨头都瘦瘦 手都细细的 那肚子大大的 那不是吃太多 那通常都是水肿 对 所以我们在台湾 其实我们甚至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营养过剩 对 现在大家 很多小朋友都过胖 其实不止啦 其实包括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嘛 所以在台湾的话 你看那个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胆固醇 这些都是文明病啦 就是运动少 然后吃太好 对 或者吃了很多属于那个 人工的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在那些国家 哪有这样子的东西 没有东西吃 对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食品安全 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是 饥饿的现况 那食品安全来讲的话 第一个是 农业是这个养活世界 最大的产业 那这个我们想 我们应该都知道嘛 有百 目前百分之四十的人口 提供这个生机 那农业是贫困的收入跟就业最大的来源 这个其实就算是在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说台湾现在的人均所的算是蛮高的 基本上是迈入 基本上迈入开发中国家 可是来讲大部分高薪的这些行业都是属于所谓的科技业 产业传统的工业上还是算相对来低的 对所以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很感恩他们这么辛苦的农民 这样帮我们做这么多的这些食物耕作 那有一些是台湾自己的 有一些是进口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没有他们 其实就你根本生活是万万不能 对不对 那全球约有五亿个小农场 大部分为汉佐 提供了开放中国家消费的百分之八十 那加大对小农的经济投资有利于保证食品安全 因为为这个贫苦人口提供营养 也提高面对国外的这个市场的食品产量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现在吃的很多农产品 不是台湾产 是进口的 很多是经过鸡感 很多是 为什么 比如说像玉米 玉米基本上台湾吃的几乎都是进口的 台湾没有吗 不是没有 但是你买的要到的 你到超市啊 你去买的基本上 你看绿巨人那个很有名吧 对那基本上都是进口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大规模的这样子的耕作 所以他就是降低了那个耕作的成本 对因为他大量机械化 所以有一些小的地方 像经济 我们讲经济作物 他做出来以后的运营卖起来 就是比国外的贵 那所以很多的这种生产品就被进口所取代 所以你看最近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在常常在听这个新闻有一些报道 说这个平衡这个物价 尤其农产品的物价 有没有 那个玉米啊 水果其实有时候产销失衡 对 对还有甚至像过年常常碰到就是葱啊 蒜啊 那个价钱 有时候涨很高 有时候降很低 就是就是类似是这样 所以 我是这样认为啦 就是我们如果站在大地球村的概念去讲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食物里程少一点 所以各地方就是自己产自己吃嘛 那前一阵子也跟人家分享到这个食物嘛 像现在台湾很多食物是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对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食物 它应该是特定解吃得到 那你一直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做了一些让它可以赶快生长的工作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状况 那还有一种状况是冷藏 技术的提高 那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 人造环境的改变 像有一些蔬菜它三个月就可以长 它可能冬天的高地菜很好的 可是它控制在温室里 它可以控制里面的温度湿度等等等等 它会在 所以很多的东西在一个季节都去 你都不是它的当令你都能吃得到 不过这边也是呼吁所有的那个听众朋友 我们还是尽量吃当令 因为当你要吃不是当令的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制造额外的能源 去让那个它的生长环境像那个那个当令 那其实就是一种碳的多制造 对 可是像我在小学课本 就是会学到说什么季节要吃什么 然后等到我长大后自己要去买菜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我已经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季节的 就反正我一年四季都看到它 对 这就是这个状况 那有一些就是我刚刚讲的是进口 寒带进来的 可能是在台湾的夏天 在那个地方还是春天的气候 对 所以很多的很多的东西 其实我们细细去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藉由我们的消费 去改变生产的观念 对 因为当你不买 它就尽量就尽得少了 对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地球人来讲 我们其实可以利用这样的模式 去去做这样的事情 二方面其实我们也不见得 就会要花大笔的这样的钱 去做那些什么 没弊异异的这个碳足迹的事情 好 那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几点 从20世纪以来 有75%的这个农物多样性 已经消失了 这个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讲的是基改 所以 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农业社区的生计 跟有更强的这个抗灾性 跟可持续的农业系统 我不知道异词的感觉 因为我发现 像我吃某些水果 在台湾吃跟在日本吃 跟在东南亚吃 味道是不一样 真的吗 我觉得台湾很多的水果 或者是日本的水果 基改完以后太甜了 对 那我们被这个甜给宠坏了 对 其实有一些水果 它本来就是稍微色一点 有一些稍微酸一点 可是你会吃到它的香气 可是大部分都还是喜欢吃甜 所以在做这样改造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 所以为什么农物的多样性 原生性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多试试的去尝试一下 有的时候买东西也不见得一定要包甜 对 有的时候包甜 糖这种东西 毕竟不是吃太多 对人体是不太好的 对 第二个是 女性农民可以获得跟男性相同的资源 这个世界上的饥饿人数可以减少1.51 这个因为在世界上还是很多的国家 这个男女不太对等 对 那这是 然后再来就是全球有14亿个人没有电用 他们大部分生长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地区 能源贫困在许多地方都是减少饥饿 跟确保世界能够有生产足够的粮食 来应付未来的根本性障碍 你能想象到有17亿的 14亿的没电用吗 没有想过 真的 可是其实听众没有有空的话 可以看看我们的大亿权记录 我们其实有拍了蛮多的这个非洲的这样的影片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媒体 我们去做很多事情要把这个画面送回来 让台湾的这些观众们 听众朋友可以看得到 可是我们的记者也都去了 他们常常到了非洲的某一个村镇 只有那个旅馆有电 出了旅馆以后就没电 我记得上次 景辉他们去星巴维 那时候我们透过网路传回来 他只有旅馆的大厅的那个位置 可以上网 房间也都不行 所以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 那我记得前 上两个月我们的新闻部的同仁到柬埔塞 柬埔塞那个地方 其实有很多地方 他们那也是没有电 然后我记得我们的师兄 有去帮他装太阳能板 让他们的小朋友可以在晚上 可以借有小小的灯 读书煮饭烧菜 所以这个全世界的确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没有电用 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很耗能 很耗电 对 那这也是要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最近大家一直在谈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那空气污染有很多的部分 其实是所谓的烧煤 这样子造成的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少用一点的话 少用一点电的话 那这样子对电力的负担就会减少一点 那自然而然这个空气就会好一点点 当然因为这个大气是在地球上 是到处流通的 所以要全世界的人都有一致的目的 跟一致的行为 他才会好转 所以联合国的这个永续目标 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呼吁 但是事实上还是需要大家努力 一起去合作才做得到 可是你看换回来 我们上人在教我们 其实有很多东西 以前一直在讲 比如说素食 对不对 为什么 就可以减少一些空气污染 对 另外素食也可以减 素食也可以除了一方面 节能减碳 减少碳主机排放以外 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养更多的人 因为如果你是吃肉的 那肉 猪肉也好成分 他们基本上也是吃植物 对不对 对 因为它必须要一层一层养 所以它 它长大过程一定会耗能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制造浪费 那浪费以后你再去吃它 所以也许 比如说 我记得好像是 四倍还是多少 但是我数字我有点忘记了 那比如说你有100公斤的菜 假设可以养100个人 可是因为你要先养一头猪 这100公斤 猪的成长 可能转换成猪肉 就变成50公斤 那你在养人的时候 就只能变成养五个人 所以因为它中间会有一层一层的耗损 所以素食除了减少 这个碳主机排放 除了可以增加慈悲心 除了可以对身体有益以外 它也可以让更多的人 能够过活 那第二个是八分饱 我记得前年去年 其实有一直在讲 新闻里面一直在报一件事 就是吃到饱 餐厅 在台湾应该是全世界 算是最多的 那大家就是去的好像就浪费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其实它是提供你一个选择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去 把自己吃到那么沉 对 在几年前上了 就一直在呼吁我们用八分饱 两分住人好 事实上现在的医疗报告也告诉我们 不要吃饱 对身体比较好 对 所以人还是要保持一点点这样子的饥饿性 也会让我们的头脑思路啊 身体的气候安 这些的活化会更好 那再来就是大爱农场 我们其实大爱农场也好 我们的浸食茶园也好 其实我们走的都是什么 有机 有机 对 那我们有机 其实对整个生态的冲击就少 对 那像我记得这样 金色 金色的有一些果皮啊 这些 它们还会自己再做成堆肥 就在金色的后面 然后堆肥完以后 就到金色的这个农场里面 又变成它的肥料 所以就这样做一个循环的 这也是刚刚前面有讲一个 这个叫做我们讲叫做永续的农业 对 那有很多的农业 你肥料放太多 又会造成土壤的酸化 磷太多 然后土壤本身的那个就不平衡 对 就像那不平衡长出来的这些植物 它其实就会本身也是不均衡 对 那后面更别逛 它后面养出来的各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在大自然里面 其实就是要尊敬大自然 要施法这个自然 那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呢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 我们讲的都是口号 对 那除了前面讲的这个宗旨贫穷 这个宗旨饥饿 其实它有点点息息相关 但是又有点点不太一样 对 因为当工业化以后 我们大量的这种农药 杀虫剂 等等 像最近在台湾就 去年一整年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蜜蜂的数量减少了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农药 农药跟蜜蜂有关系 因为蜜蜂一点点农药 它就会让它往生 因为蜜蜂是采花蜜嘛 对不对 那蜜蜂采花蜜 让它变成储存 让它的东西变过冬嘛 可是蜜蜂的采花蜜的同时 它的脚啊身体 也会就会碰到花粉 所以它在雌蜂跟雄蜂中 跑来跑去 就会帮它们受粉 所以才会有下一代 有果实 所以它们是一个互生的 一个自然的平衡 可是因为我们在喷了 很多的农药的时候 这些蜜蜂去吸花蜜的时候 就会沾到 那沾到以后很多蜜蜂就 身体就受不了 那花也长不出来了 那所以它受粉就困难 对 所以有一些地方 还要用人工去受粉 可是这不是一个自然的方式 对 所以蜜蜂的 为什么我们讲说 生物要多样性 就是我们可以从中 可以体现到 我们的环境有多恶劣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所以回归到最后是来讲 为什么这几年 大家讲有机农业 刚刚这边联合国有讲说 要支援支持小农 为什么 我们就必须要让每一个地方 我们在生产这些食物 在供应给我们 在用的同时间 我们不要破坏它 因为我们破坏它以后 它要回复到 那个原始的状态要很久 所以我们会把自己的可跟地 自己的这样的东西 一直损伤一直损伤 以后我们就会留给下一代 一个恶劣的地球环境 那这次又不是永续 所以为什么联合国 在前两个指标 你看中止贫穷 中止饥饿 就把它放得那么的严重 那我看今天的时间 恐怕也不能讲太多 不过这一系列 我想说我们应该可以 慢慢跟大家 做一点分享跟报道 那联合国的这十七项指标 其实是每一项都值得我们深思 那每一项我们 虽然不是什么 国家的什么元首 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代表什么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借用我们的行为 去改变这些生产者的观念 对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钞票 去决定我们要去做什么 我们要当聪明的消费者 对 当你当聪明的消费者的时候 这些生产者就会被我们给转向 对不对 对 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 还有十分钟 那我们要再讲一下吗 好 我们再来讲一个 哎呀 好 那我们就赶快来讲 这个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 良好的健康跟社会福利 那它的目的就是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各年龄的人群 都可以有这个人群的福祉 那分成几项 第一个是儿童 那跟1990相比 所以这个是2015嘛 跟1990相比 这已经差了25年 每天儿童的死亡人数减少 一万七千人 但是 很多耶 但是每年 仍有超过600万的 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 刚刚前面我们其实也有讲嘛 你看有百分之五十 四十五是 那个五岁以下 对 只是我们 随着大家真的是有在帮助 我就讲这个地球的爱 是一直在 在呈现的 所以数字才会一直减少 对 那2000年以来 寻麻疹疫苗已经挽救了 1500多万人的生命 那儿童的部分 也是撒哈拉以南非 南非洲 死亡的比例还是在上升 每五个五岁以下 就有四个 发生在这两个地区 所以啊 目前非洲的这个 卫教啊 跟这个贫穷 跟饥饿 其实是真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出生在贫穷家庭 五岁以前死亡的几率 是出生在富裕的两倍 对 然后母亲如果受过教育 比没有受过教育的 小朋友存活几率会高 所以为什么教育很重要 因为上了那时候 从仿视 从慈善里面看到 因病而平而做这个医疗 从医疗里面看到这个社会 需要教育才能够翻转 他的人生 所以为什么教育那么的重要 这个从这边 全世界都这样 所以上了很早就看到 这一点了 所以1990年以来 那个产妇的死亡率下降 45% 因为医疗进步了 对 然后东亚北非南亚 也降低了三分之二 其实都是好消息 发展公务国家 还是比发展地区 是高四倍 那这也是算正常 因为医疗资源的关系 对 然后更多的女性产权护理 从产权护理 从65上升到83 就是产权检查 这些东西 这都代表我们的 这个医疗 工位 工位 所以我记得 那个我们的那个 林奇罗菩萨 对啊 他现在念工位系 对 那他今年应该还在念研究所 他那时候我看他的访问 他就说他想 荔枝回去非洲 把他所学的这些公共卫生的 这些讯息跟知识 带给他们的详情 那我们期待更多更多人 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让那边的妇女同胞们 其实也可以得到更好的这样的医疗照顾 所以这个是 然后这个青少年出生率在这边出现下降 这也是节育的这些性质 然后生育需求慢慢变减少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味教的观念的普及 那再来这个是所谓的艾滋病 那到2014年底 有1360万的接受了这个艾滋病的 这个抗逆转的治疗 那感染人数 新的感染人数 2013年有210万 跟2001年比减少了38% 所以这也是味教 还有大家医疗的这样的进步 让大家这个观念的进步 所以整个数字看起来都是减少 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也知道这几年 其实也有很多奇怪的病毒发生的 不管是禽流感 不管像现在流感 其实有的时候也很严重 对不对 对老人家 甚至像几年前的那个SARS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让大家这个环境不要变化的太剧烈 因为你环境变化太剧烈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让很多的生物会就有突变 那就会找出很奇怪的这种病毒 那科学家们要赶快去找出 这样子的病因去解决 所以这样的东西 往好处看来讲 你看我们现在真的是 所有的数字一直在往下降 不管青少年少女肺结核 你看到这些数字全部都是往下降 但是还是不太够 不太够 对永远都不太够 我们要继续的努力去推广 对所以我从这边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两个 一个是我们所谓的长照的环保站 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精准医疗 怎么说这件事情呢 你看我们的环保站 跟我们的医疗精准医疗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健康跟社会福利 刚刚讲的很多是小孩 其实小孩跟老菩萨其实是一样的 对 那我们的环保站区 就是从小到大的都有 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那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就已经解决了很多的人 退休后没事情做 或者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让他们有一个福田 那一方面也对社会有帮助 二方面他们也可以互相照顾 那精准的医疗 现在是这几年开始非常的流行 对 因为医疗的进步 刚刚这个联合国是以艾滋病为例子 其实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的病 那有各种新的疗法 像最新的干细胞疗法 对不对 自体的免疫细胞疗法等等等等 就可以让每一个人的这个存活率再拉高 在那个过程中 我们在享受这些医疗资源的过程中 我们也要想想看 我们怎么样让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地球村的 其他的这些百姓呢 其实他们也可以有更好更好的 这样的医疗的照顾 那这样子整个加起来 我们这个对这个全球 才会我们在讲大爱五国界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对 大爱五国界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指标 对 虽然17个指标看起来 其实要讲每一个指标 都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内容 但是从里面很多的 这样统计数据来讲 我想我们也可以让 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我们自己去感受到 其实我们在台湾 真的是多幸福 对 而且今天讲的这三个指标 其实他们是有相关的 对 就是饥饿啊 贫穷 然后还有社会福利越来越好 健康 对 我想就是每一个人多尽一点力 对 想想看他们一天用到的钱 不到台币40块 这个真的很震惊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每个人就尽自己的能力 多帮助一些人 对 然后我们不要浪费 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的人 有25%以上的人 他是属于在饥饿的情况下 有太多的人 尤其小朋友 因为饥饿而往生 死亡的小朋友 5岁以下小朋友占45% 想想这些数据 我们就可以更知道说 我们应该在人生 有短暂的这个生命中 我们可以再发挥一下 我们的能力 我们可以再多帮助一些人 对 好 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一起来爱护这个地球 所以在最后呢 送上这首歌曲 一个干净的地球 对 下次我们再接着 分享后面的那14项指标 谢谢 拜拜 这就是今天的笑谈人生 我们下次见了 一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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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给我们的孩子 一个干净的地球 留给我们的孩子 一条清澈的河流 留给我们的孩子 一个碧烂的天空 留给我们的孩子 一片草原旅游游 让我们的爱心 温暖你寒冷的手 让我们的爱心 照亮黑暗的角落 让我们的爱心 我做大爱的清流 清流绕着全球 情话任性不翻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碧烂的天空 留给我们的孩子 一片草原旅游游 让我们的爱心 温暖你寒冷的手 让我们的爱心 照亮黑暗的角落 让我们的爱心 化作大爱的清流 清流绕着全球 净化任性不翻游 留给我们的孩子 一个感情 的地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